按下止于长剑膜 止于长剑膜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图 它的功能呢 就是去腕 还有紧张长剑膜 去腕 紧张长剑膜 如果长长肌粉伤以后 会产生什么症状呢 我们来看一下 长长肌的激痛点啊 它传导的疼痛是一种 表浅的针扎样的刺痛 表浅的针扎样的刺痛 这一句是重点 它不是像其他的肌肉那样 像深部的组织传导酸痛 它是表浅的针扎样的刺痛 它的疼痛模式呢 主要是以手掌为中心 有可能延伸到拇指的根部 或者是远端的长者 但是呢 它不会到达手指 如果手指出现了刺痛 那不是长长肌的原因 手掌出现刺痛 那有可能是长长肌的原因 它这个刺痛的感觉啊 就像很多的针在扎你的手一样 它的疼痛模式呢 有可能沿着前臂远端的长策 延伸到这里 整个这个区域 长长肌呢 每个人它不大一样 它是一块变异的肌肉 它的肌腑呢 和激痛点啊 可能位于前臂的高处 或者是低处 但是后面 在教给大家怎么去处理它的时候 我们一看就能知道怎么去找到长长肌了 除了以上描述的疼痛以外啊 患者还有可能呢 会主速手掌 因为酸痛和压痛 不能使用工具 并且呢 常常生有压痛节节 在使用螺丝刀 或者是小铲的时候 握住那个螺丝刀 还有小铲的时候 手柄 对这个手掌产生的压力 可能会引起不可忍受的疼痛 在一些很严重的病例当中呢 患者的手掌可能会出现乱缩 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长长肌损伤以后 它大部分呢 都会引起手掌这一片区域 或者是前臂这一片区域 出现一种像针扎一样的刺痛 你在遇到这种患者的时候 你首先你就要考虑长肌 刺痛长肌 好 长肌如果损伤了 我们确定是长肌的问题了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你看 可以让患者呀 把手 你看像抓一个鸡蛋一样 或者是握住一个什么一样 就是把五个手指头 你现在呢 你可以试一下 你把你五个手指头 这么抓握 然后呢 稍微的去腕 稍微的把腕关节去起来 这时候你腕关节那个位置啊 就会鼓起来一根筋 鼓起来的这根筋呢 就是长长肌 鼓起来的这根筋 然后呢 我们可以顺着这根筋 你看 直接到公鼓内上科这个连线 这一根筋就是长长肌 我们可以用0.5乘75的原力针 用原力针去松解长长肌 从公鼓内上科这个位置 公鼓内上科这个位置 向向鼓起来的这根筋的方向 去扫刺一下 你可以扎一针 然后左右扫刺一下 然后这样呢 我们就把长长肌给松下来了 不用留针 扎一下就可以 更详细的处理方法呢 在我们的内部书里面是有 我们的内部书呢 是每一块肌肉都有一个单独的奥尔玛 你扫这个奥尔玛呢 就会弹出来这块肌肉的详细解释 还有这个真人的演示 应该怎么去扎 还有颈尖腰腿 各个关节应该怎么去处理 处理哪些肌肉 尤其呢 还有一个单元化的扎法 你就不用辨证了 你直接用那个单元化扎法就可以 如果你想了解这本书或者是购买这本书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的微信 这是我的微信号 天下名医首字母加上平台的拼音 天下名医首字母加上平台的拼音 这是我的微信号 有什么问题呢 你都可以在微信上问我 还有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公众号是天下名医平台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呢 有很多的公开课 还有很多的病例分享 你都可以去了解 好 关于长长肌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天下名医平台 这节课呢 给大家讲解长长肌 我们依然呢 是从四个方面 对长长肌进行一个讲解 分别是位置 功能 机通点 症状 以及处理方法 首先呢 我们来看长长肌的位置 长长肌呢 它的起点是公骨内上科 公骨内上科 还有前臂的筋膜 它的指点 你看它向下 指于长剑膜 指于长剑膜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图 它的功能呢 就是趋腕 还有紧张 长剑膜 趋腕 紧张 长剑膜 如果长长肌 粉伤以后 会产生什么症状呢 我们来看一下 长长肌的机通点啊 它传导的疼痛 是一种 表浅的 针扎样的刺痛 表浅的 针扎样的刺痛